重要的讲的是 一是控制母球 二是控制目标球 那么如何来控制母球与目标球呢 咱们首先今天先来认识一下 白头上的13个点位 13个 加上中心点 对 认识完13个点位以后 要有效的去搭配 用什么来搭配呢 用这个13个点位 配合三种不同发力技巧 这三种不同的发力技巧 分别是短拉短 长拉短和长拉长 我们也可以直接理解为 中力 小力和大力 那么短拉短它属于小力 长拉短属于中力 长拉长属于大力 用这种三种发力的技巧来 配合了13个点位 有效的去搭配 才能形成我们自己想要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白头 理解成为一个手表 理解成为手表 白头的重重心 也就是皮头 接触白头最圆的部分 接触白头最圆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属于零点 零点呢 也就是台球比较 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基本点的其中最重要之一 基本点最为高度低端 零点 作为基本点 零点一定要到 这叫零点 那么零点我们找到以后 白头就要一个手表 以零点为基础 往上一个皮头 这是12点 以12点为基础 转圈 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6点 7点 8点 9点 10点 11点 再回合到12点 再回合到零点 就像一个手表一样 能理解零点 然后呢 用什么来配合呢 用三种发力方式 三种发力方式 我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啊 有短拉短 有长拉短 还有长拉长 大家可以理解成 小力 中力 和大力 这三种发力方式 去配合着这13个点位 有效地去搭配 才能效忍 我们自己想要的空球 现在白头是母球 6号是目标球 这两个球 现在已经固定了 然后那个这三个跑 分别 手里边拿出一个球 放在台面任何一个位置 我来打 我告诉你我是分别我用了什么样的干操 这个球只有一个位置不可以摆 现在我不说 摆在那可以吗 我这个我也会选择长拉长 但这个球有难度 两个球 这边高竿带散 我会选择长拉长四点 就是四点钟放一下 五点钟不行 六点钟也不行 比较四点钟 只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那地方不能摆 最难的地方 这个球摆在哪最难 想一想 你再摆一个 这个哪都容易 超速度我给你解释了 他有的时候摆这也比较难 是不是 这不难 高竿也得做算 高竿又散啊 这是最难的 那是难不难 不难 挺难的 我也能够输一条线路 这个球就得滴杆五点 就五点钟放向了 长拉长 这些球都是长拉长 四点钟不行 必须五点钟 六点钟在这 六点钟吃在这以后 容易往这 五点钟吃在这以后 我们下滑 五点钟 这就是唯一最难的地方 我给大家说一下 非要找一个难的地方 你就把这个木标桥就放到这 这太难了 不好加杆 这是不好加杆了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